航空机事故调查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运输类飞机结构复杂 系统集成度高 本次事故 飞机损毁严重 调查难度很大 目前 调查组正按照程序全面开展调查工作 对事发现场进行勘察 在全力搜寻飞行记录器的同时 还对包括飞行 维修 空管 气象 飞机设计制造等方面 进行逐项深入调查 由于调查工作刚刚开始 以目前掌握的信息 我们还无法对事故的原因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下一步 调查组将全力以赴 搜集各方证据 重点在事发现场飞行记录器的搜寻 并综合各方信息开展分析 深入全面查明事故原因 一旦调查工作取得进展 我们正在第一时间向大家公布 证据